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吧 坐吧 好 受累了 好久没看见这么些个气哄的人了 好开心 窗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我是郭德纲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十个 我也是郭德纲 所谓的定场诗 其实就是压一压耳音 过去茶馆用得上 因为大伙儿跟那喝茶 聊天 嗑瓜子 先生一摔木头说几句话 大伙儿就不说了 听他的了 现在在棚里边不可能 您各位声音波大 跟那说 一会儿保安就给你弄出去了 时代不一样 不过在过去来说 说书的先生在艺人里边算是读书一致 我们这行跟其他的不一样 比如说唱戏的拜祖师爷 拜什么唐明皇 拜这个 拜那个的 说相声 祖师爷东方朔 但唯独说书的 说书的祖师爷是孔圣人 所以那会儿说书的先生讲话 我们是圣人门徒 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年说三国的时候 有些个地儿 先生在桌子上还必须摆一套三国 其实他说那跟摆那也不挨着 但说着说着还拿回来看两篇 说书的做派的姿态都得摆匀了 底下观众踏实 你看他有书 有书 好多先生到某地区 不了解当地的习俗 说书这桌上不摆书 当地人不认可 觉得你瞎说 就得跟道具似的摆上 用不用的 来唱片 现在你真摆上这个 你也让人笑话 也不合适 这么多年来 说书这个行业是越来越难干了 信息量现在越来越大 人人都是自媒体 谁都有手机 想问点什么上网一搜就知道了 过去那完全得听说书先生呢 他说什么是什么 而且说的活灵活现 你不信不行啊 但是现在不好骗了 现在观众都学坏了 你还奖励不奖励给你们 但是挺好 不会再回到当年那么兴盛的时候了 过去这一趟街上可能有20间书馆 杜少过说书呢 以后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了 但是这行他也灭不了 就希望他好呗 因为他其实卖的是演员自身的魅力 同样的事情从这个人的嘴里说出来可能就不太一样 就拼的是个人的知识储备量 有人说说书比说相就雅致一点 这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从娱乐角度来说也谈不到 雅不雅的这都两回事 有人过分要追求这个 雅到头也就是昆曲吧 昆曲那是真雅 我不知道您哪位喜欢昆曲 昆曲不是一般人欣赏的了的 每句唱词里边都是典故 前清的时候那举子们念书的人都抱着康熙字典听 每一句都典故 你听不明白 那还了得 当年昆曲那也是由于朱元璋一句话 才引起来大伙对昆曲的重视 朱元璋大明朝一建立了 朱元璋这个皇上其实挺有特点的 他跟其他皇上不一样 有一天他问一个老头 这老头叫周寿仪 就是昆山人 上海边上昆山人 这皇上跟他聊天 闻昆山腔甚家 耳亦能欧疯 听人说你们那昆山那小曲小调挺好听的 你也能唱吗 就这么句话 给天下的艺人带来了生机 皇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是要大力的推广昆山腔了 于是连文人 当年的编剧 官员 秀才 老百姓里边有点水平的 有点文化的 这个觉得商机无限 属于我的机会到了 因为皇上问了一句 昆山腔 大批的人投入进来 咱们写剧本吧 万一写完剧本 皇上再问咱们呢 咱们编曲子吧 咱们排戏吧 他就是由于朱元璋的一句话 整个的社会 从上到下 所有的人都觉得机会来了 大伙一起研究昆曲 才把昆曲创造出来 上有所好下必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再比如说 朱元璋问我 闻太平歌词甚加而易能欧唯了 咱也得说能欧能欧 推能欧了 所以天下的事你听着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道理很朴素 你干我们这行 你就得琢磨透了呗 其实天下事也都跟评书是一样的 不管什么事情 说到根也就是一个故事 而且历朝历代好多故事 翻来调去就这点事 换个男一号 换个主人公 换个发生的地点 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尾 也就是如此 先话少说 干点正事吧 好吧 一 我就不该给你们说这句话 我一说这 我就知道他们得高兴坏了 是不是就等这句呢 是 咱们当务之急 咱们得先解救一下丁建阳同学 丁元丁建阳丁先生 现在生命受到了冲击 《沙文书》咱们讲到虎奔中央将李肃面见吕奉仙 要聊一聊接下来的宏图大事 有人说干嘛 愣了一下呢 还想聊刚才的闲板 但是呢 我一看这个表时间不多了 我又绝对怪对不起平台的 有机会好不好 有机会跟你们聊闲天聊闲板 但是你说那个闲板 你说有用没有 有 哎 这个闻得咸板甚佳 而亦能欧否 欧 善哉 善哉 刚才一想这我就想乐 卓元璋什么时候问太平歌词了 意能欧否 能欧 忒能欧了 这个吕布啊 要不然说这个后事对他的评价不高 确实这个人品有问题 一瞧见赤兔马 瞧见玉带 瞧见黄金 瞧见这些摆着跟前的基因财宝眼珠子一亮 马上就忘了这个丁元对他的好 就算不好可有一点你管人家叫爸爸呀 对不对 这个称呼他不是个老同志 对吧 二大爷 三叔 五舅 他不是这个呀 你是管人家叫义父 出来进去的 人家管你叫儿子 你这个关系就不是一般的 虽说没有血脉 但是状态摆在那儿 你们是亲人呢 你怎么能见利妄议呢 这是吕布这个人的大不该 所以说万古千秋 没有人说他好 到后来所干的这些事 三姓家奴啊 如何如何的 他都是有原因的 当然了 这个玩意你要拿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你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人活一世在社会上混 首先 人都是需要一个安全保障 第一步的安全保障 我得吃饭 我需要干净的水 外边下雨了 我得在屋里躺着 哎 地上呢 就不如床上好 我有张床了 我还得有个褥子 有褥子就六倍 有被子我得来个枕头 我这能躺得好 这可能是最早的需求 这个过去之后呢 他可能有更高一部分的期待 我需要有一份工作 我一天挣多少钱 我得买馒头买饼买咸菜 再之后呢 我不能光吃咸菜 我得好有肉 当他能吃得饱 喝得足之后呢 他就有更高的需求 他需要比如说情感上的支持 需要人尊重我 那你们得拿我当回事 我得如何如何的 他随着这个位置的变化 他是不断调整 所以之前你说丁元给他也好 他是对他有激励的 他是有激励的 但是呢 这边就怕比 你这是丁元 你这是董卓 你所付出的东西提供的这些个 你不如董卓给的这个激励大 所以你注定你是要失败的 这也是事实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说到这儿 咱们就说还是得讲良心 问题是天大的激励 你这里有人情在这呢 有句老话 你可以不害人家 枪口可以抬高一寸 是不是 哎呀 这个没有办法 当时出的那个情况下 我们没有 我们都得一块的 就动手得打他 人家就有打的轻的 对吧 人家就有少打两下的 怎么你就得往眼珠子上抠呢 对不对 那就是品性的问题 这个解释是不管用的 今天一瞧这满桌子东西 吕布是心花怒放 说恨我无有 娟爱之功 暴孝无门 娟爱 娟娟流水 尘埃 尘埃那土 那么点儿 流水就这么一滴的 这么点儿的功劳我都没有 我怎么好意思到人家赌卓那儿去投奔呢 说了这么句话 这就是互相给台阶 李肃呢 人家是干这个来的 对吧 凤贤 是你这样的大英雄 岂能干居人下 这话损了 我可没说让你干嘛 但是我把这事摆在前面 你这么大能力了 你天天你让他支持着 你这样替你不值 吕凤贤点点头 那话说的这份上了 好 恩 奈何寸功未利 兄台 一看我现如今 凤贤 事不宜吃 这个聪明人说事啊 不用说的那么细致 都说明白那是流氓打架了 这事怎么办 喊您抓紧 这就明白了 我想把它弄死 你看我从哪儿捅这一刀呢 我认为你把小刀磨得快快的 揪着脑子瓷去 这俩搁在一块两毛钱一斤 明白人说话可不就一个眼神的是不是 对吧 一说这就明白了 好 吕布站起来 身搭一躬 兄台 此番报效董公 全在兄台 那意思我办完了 你得给我搭这一桥 好好好 敬后佳音 那就不用再说别的了 我回去等你的信 你该干嘛干嘛呗 这就走了 这就是谈生意 有买方有卖方 谈的合适了就拉倒了 当然倒霉的是丁元 天很晚了 丁元坐在屋里边看书 喝酒 正琢磨下一步 你跟董卓闹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就这会儿功夫 一挑这帘子 又打外头 吕布进来 往里一走 人是有第六感的 好多时候 真的各位 咱们不是说封建迷信 有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 这怎么这么害怕呢 或者怎样的 必有原因 这不是单纯一句说这人迷信就能解决了的 人对这个宇宙的了解最多到百分之五 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 只能说咱们现在明白不了 但是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生命 就说您细琢磨吧 好些个事情 真是说 说不明白 说不透 但是今天这一进来 丁建阳觉得莫名其妙的觉得不对劲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这个感受也是正确的 把手里的书放下 这一抬头 我儿奉先 我儿子奉先 就这四个字 后来大伙也都用 你看 后来他 董卓不也这么说吗 我儿奉先何在 你这玩意就占人便宜 这俩叫人儿子都弄死了 所以说伦理包袱有时候不好 不容易出声 叫叫就翻脸了 喊着喊着就不乐意了 乌尔很奉先 所以说这个 意思何情半解你干嘛来了 吕波这眼眉就王起来了 哪个是你子 没有这么不讲理的 对吧 刚才吃饭的时候俩还说了 爸爸晚安睡觉吧 这一会儿再进来 谁是你儿子 你这个玩意就没法交往了 不能够再继续愉快的玩耍下去 原文上说这个地方也很简单 我们也不能把它敷衍的多么的复杂 你要说武侠小说 公案啊 什么男女感情的评书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多做文章 但是这个三国志也有三国演义也有 咱们不能玩了命的给人去铺垫啊 没有意义 很简单 就是吕波把刀掏出来 走上前喀巴拉叉 就把丁建阳的人头砍下来了 就这么快 为什么快呢 折自己的尴尬 换您各位 你说此时此刻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跟你商量点事 我现在不要脸了 我把你宰了 然后我上那去我要当官了 你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丁建阳肯定得问他 为什么 当初你怎么认我当的干爹 这些年我对你好不好 不能让你说出这个话来 你说的出口 我就下不去手了 不能等你说 所以上来卡 就把脑袋切下来了 死尸倒地 吕波攥着脑袋往外就走 得跟大伙有一个交代 胎 这胎是喊一声各位 请注意 胎 丁元不仁 丁元不仁 他这人不仁不义 这就叫诈骗了 对吧 但是总得给自己有一借口 他不能拿着出来 我错了 你错了你给他安上去 对不对 丁元不仁 我已经把他杀了 满营将官 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 不愿意的自行遣散 原文上说大概走了一半 就是原来丁部队的人 因为有的人也瞧不惯你 哪哪 你们打起来也俩动刀 脑袋瓜子就切下来了 是吧 跟着下去没有前途 现在说允许我们走 那拉倒了 回家种地去了 所以说就走了一半 剩下一半 吕布归着归着 带着他们 就投奔了董卓 这一见董卓 董卓乐乐都不行了 高兴啊 朝思夜叛 这个美英雄现在是我的人了 吕布也做得很漂亮 那头就拜 认干爹 这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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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耽误 耽误别人认了怎么办 是不是 那头就拜 认义父 咕呦 你只要高兴啊 哈哈哈哈 你看闭门家中坐 天上吊叫儿子来 也不哪听了这么两句俗语 上前就掺起来了 怎么看怎么爱 当下封为中郎将 又封为都庭偶 你看这个就是激励需求的问题了 在丁元那儿 这个吕布是秘书 正式的身份是主部 这个也有丁元的不适 主部 文职官员 他这么大的一个英雄 武将 马上部下这么大能力 当主部 就是类似师爷 师爷呀秘书 是干这个活的 而且呢 出征打仗 还得指着他 这个天长日久 吕布心里边他不平衡 心里难受 所以说这也是丁元的一个不慎 那么到这儿 疯了猴了 你这两个差距太大呀 对吧 你头两天还在天桥街上说书呢 转天 非洲是他的了 你说这玩 那么大草原哪都能说 谁听啊 谁听啊 达这儿起 最开心的人 就是董卓 董卓觉得自己现在啊 要给自个儿 写评语的话 那就是 如虎天意似饼沾麻 前半句是老的 后半句是我编的 如虎天意 大老虎长翅膀 飞起来咬人 四饼沾麻 那你想啊 饼上沾是芝麻 那不得又酥又脆吗 太棒了 走道道 横着一样 谁能把我怎样 太厉害了 而且呢 给自己加了一些个荣誉 什么叫荣誉 第一 入朝不驱 我不知你哪位熟这个啊 驱 小跑 这个文武群臣上殿的时候 要驱步 所以你跟六街似的 这么走 不允许 那是犯罪 你说皇上那登殿了 咱们得去撩着自己的官服 稍微毛了点腰 哎 小跑 往前这么跑 这叫驱步 所有的官员都得如此 但是到他这儿了 自个儿加封自己 入朝不驱 我逛街什么样 在你这儿就是什么样 大摇大摆 就这么溜达着 剑吕上殿 剑呢 跨着剑呢 吕是邪 你多大的官 多高的身份 上金殿 身上这个武器 你得摘下来 身边不能带寸铁 啊 我战功赫赫 我是皇上他大爷 不管用 啊 都摘下来 驴 鞋得脱了 就得功高盖世的那个主 顶多给你留双袜子 基本上 头上殿都得光脚 皇上这儿铺着红毯子 红毯子 红毯子 就是你那个鞋底 不能蹭在毯子上 就打大殿 外边往里一走 个个的 光着脚 撩着衣服 往里边小跑 对皇权的尊重 董卓没有 到哪儿去 跨着 大宝剑 在金鸾殿上 当然了 也没有说带着剑上金殿 就能刺亡杀架 那么些个武士呢 不过你能带着剑上殿 那就说明皇上拿你当亲人 脱鞋没有 哪怕外边踩完了雨 就踩完了泥 人家上金殿也是 哭叉哭叉的就来了 看来鞋里边有水 哭叉哭叉的 身份 还有两点 不明 什么叫不明呢 不提名字 第一是招书不明 第二是赞败不明 招书 圣旨下来了 比如说 皇上出圣旨叫高峰上殿 主名乡人家园 一队传笛 隔渊社总教习高峰上殿 就都得提 但是 如果说招书不明的话 那么就没有后边的高峰俩字 就光是提身份 总教习 一队传笔 谁谁 见价 不用提高峰俩字 为什么呢 就是在金殿上提你的名字 就说明你跟皇上是天壤之别 不提你的名字 说明你这身份跟皇上是平起平坐 这是多大的荣誉 对吧 一个是招书不明 一个就是赞败不明 赞败就是在金殿上 大丞相张三跪 你得跪 现在不用提这张三了 就大丞相见价 这从古至今历朝历代 就这四样 这四样是最高的荣誉 我算了一下 我也翻份资料 反正是封建社会吧 就这四样集得一身的 因为这也不一样 有的就是占一样 有的占两样 就这四样全齐的 就一个人 就是北宋有一位王爷叫赵元衍 山前住过元元衍 山后住过元元衍 山后住过元元衍 不是那人 叫赵元衍 他就是咱们元衍 说是北宋有一八仙王 就是他的元衍 就这位王爷 只有他一个人 上下 就多少千年来 您翻历史 只有他老人家一个人 就这四样站齐了 其他的没有 但董卓这个不是皇上给的 是他自个设计的 对吧 你他设计 我要在金殿上跳街舞 那也没办法 对吧 全清朝野啊 小皇上是个摆设 所以这么一来 朝里边从上到下 人人心中不愤 但是呢 没人敢说话 此时此刻 董卓要干的就是一件事情 废地 他就看这皇上别扭 十四岁的少帝 流便 他老憋着把他鼓弄下去 这天呢 大宴群臣 文物群臣都来了 得吃饭呢 也没别的事 净吃串了 凉啤酒 花生毛豆都摆上 坐在这儿 一吃一喝 吃饭不是目的 目的是说事 咱现在也是 咱明儿有一饭局一块吃 一块吃一定有原因 咱是除了那些个专业吃饭的人 就被喝酒 那是另一回事 大部分人的饭局都是有一个目的 不定是被谈什么 酒席咽前 董卓把这茬又撑出来了 我官当今天子软弱无德 你这个玩意不是大臣说的话 软弱无德 怎么叫软弱无德了 对吧 遇废地改封洪农王 他都给设计好了 我准备让他不当皇了 我觉得封他个王爷 叫洪农王 洪阳农业的一个王 字还真是那个字 洪阳的洪 农业的农 洪农王 我觉得让他干这个挺好 别当皇了 以后没事种种地 贝贝结起歌 也挺好 其实 已经快不拿这个过场当回事了 这么一说 刚才大伙挺高兴的 撸串的包花生的喝啤酒的 全杀了 瓶子也撂去 串也搁下了 说的他们跟街上开会似的 有不同意的吗 有 能没有吗 就在这边 占起来 占起一杯来 董卓 敢喊名字 皇上都不敢喊名字 他敢喊名字 啊 当今天天子 哪里无得了 你口口声声废地 莫非你有反心也 你得说出来 皇上哪儿不好 你天天就这出 就憋着说废了皇上 你是不是想造反 说这么句话 文物群臣都佩服 就这个状态下 这个环境下 有人敢说这个话 就不是一般人 大伙都看 果不其然 还得是他 谁呀 袁绍原本初 听过前几回书的 您对袁绍是有些个印象了 所以他说这个话 说得出来 啊 站起来说这话 董卓 不是董卓了 啊 你换我哥在那儿 这脸上也不好看 啊 正露脸的时候 是吧 让人站出来 当当当 怼着面去 一伸手 苍朗朗 扭打肋下 就把宝剑衬出来了 原本出 这个人要是一喊大名 就是要出事了 你回去琢磨琢磨 你爸你妈要说你的辙 你想着道理去呗 平时怎么都行 哎呀 儿啊 闺女啊 宝贝啊 你这你那个都行 他多的一喊大名 你准惹祸了 他要翻脸了 对不对 原本初 拿手一指的宝剑 难道说 你以为我的宝剑不利吗 这我这不快吗 对吧 冤绍乐了 把自个儿的剑 撑出来了 让你尝尝 是你的力 还是我的力 你没有我的力 我得比你的力 你的力没有我的力的力 比如说这是朝堂上吗 这俩说笑的 练绕口令呢 两个人你瞧着我 我瞧着你 拿着宝剑往前走 眼睁睁 这就要雪剑大汤